明厨教做家常菜 窍门一点就明白 今天教您做一个面点 是粗粮细做 叫做铜锣饼 铜锣饼 外边有个酥皮 就像一面铜锣似的 但是怎么把这皮做的 这个外酥里嫩很不容易 咱们有请李波师 李波高级烹饪技师 面点师 今日推荐铜锣饼 咱们先这样 边做边聊 先介绍一下主料辅料 这很简单 咱们主料是玉米面 还有白面 玉米粒 这呢 辅料是白糖 鸡蛋和果酱 苹果酱 这是破坏粉 咱们第一步怎么做 第一步 咱先将玉米面和白面 先搬匀 现在讲究要多吃粗粮 我们今后在节目当中的 经常要介绍一些粗粮细做 这个玉米面 我们选择了这种无公害的 这种玉米 小米磨成面 打过来的 尤其这个玉米面 它还含有一种 就是比较丰富的一些 那个钙是不是 还有那些藏入因子 其实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六十年代 我妈妈就经常给我做发钩 发钩 当然那个时候是吃细粮没钱买 经常吃玉米的东西 玉米面 现在吃玉米面 是很高级的一件事 对 很养生的一件事 还可以抗老防衰 延缓衰老的作用 对 说得太好了 咱这样 咱们书归正传 你给观众朋友说说这个比例 这个玉米面 这个比例一般来说就是 就是玉米粒和白面 跟这个玉米面的比例 一比一比二 一比一比二 对 这两份的玉米面 对 好 来 咱再加入这个面粉 白面 泡打粉 泡打粉 泡打粉在里边就起到蓬松的 对 这个我到日本出差的时候 吃过这个玉米 它那叫做什么金川收 黄金饼 里边还加一种豆馅什么的 对 对不对 咱那个要加果酱馅 是 先把这个玉米面和这个白面 先给它拌匀了 加泡打粉 拌匀了之后 咱加入白糖 白糖在里边能够起到这个甜味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在烙的时候 它就能够着色 让这个烙得更黄 出那个金黄色 金黄色 对 上色 然后加入玉米粒 这时候加玉米粒 对 然后加入鸡蛋 这个鸡蛋在里边也是提软性 比较松软 是吧 营养价值又提高了 对 也可以加水 但是这个夏季就是用凉水 冬季就用温水就可以了 充分地给它搅匀了 来 成这种 这差不多了 对吧 这个往下拉的 往下留的那种劲儿 对吧 行 这第一步咱就做完了 做完了 下一步点火吧 下一步点火 点火 开始烙 好 稍微来一点油 来一点点油就行 一点油 这个油不要多了 油一多的话 就炸得底下就硬了 油多反而硬了 对 它就等于炸了 稍微来一点油就可以了 然后将这个调好的糊 用勺子给它放进去 这得有准头 对 不要太大 尽量的给它烙成圆 试探得棒 对 给它放成圆形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不动它 对 先别动它 等它定了行 一定小火 再给它动 稍微可以给它压一下 压一下 适当收火 对 适当的收火 而且还可以底火 那么在烙的时候 这个 还可以给它盖上盖 两面的让它充分成熟 可以减少一点时间 剪短一点 让烙好的饼取出来 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 关火这边 好 来 把这个饼子 用这个圆模具 给它扣圆了 这样的话更加美观一点 如果家里面没有这个模子的话 拿那个小碗 可乐罐都可以 好 下面咱把这个烙熟的饼子 两片给它合在一块 近视于那种铜锣的那个 有点像日本我吃的那个黄金饼的感觉 这个苹果酱都可以 愿意吃沙拉的时候也可以放点 那个豆大馅也可以 对对对 给它抹匀了 对 哦 两片给它加在一块 加馅 对啊 好好好 其实啊 有的时候 与其到外边点心铺里边去买 那个什么饼屋里边去买 对 我们自己在家里做 对对对对 而且这过程很有趣 有些东西是家庭可以做的 对对对 好 哎 董老师您可以尝一尝 真的 那边我我替您尝尝啊 嗯 我是比较爱吃甜食的 爱吃面食啊 嗯 肯定是吧 哈哈 非常好 嗯 这馅的味道我就不说了 嗯 关键就是说这个 这个饼啊 嗯 里边他加了这个老玉米豆 对对对 这老玉米豆呢 不是说这个 咱们这个拿的生老玉米豆 那磕牙 对 这是经过水发泡以后 对对对对 那种罐装的也可以 鲜玉米粒也可以给它焯熟了 如果鲜玉米粒一定要焯熟了 对对对对 你应用的是罐装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种老玉米粒呢 到嘴里边 显得非常的活泼 嗯 而且呢 味道也非常的鲜 非常 声音乐 而且呢 而且粗粮细做到这种精细的程度 佩服 再这样 再跟大家说说我们几个关键的步骤 可以 首先咱要掌握住原料的配比 一个是面粉跟玉米粒 还有玉米粉 1比1比2 里边搁点糖 搁点泡打粉 加入玉米粒 鸡蛋 反正这都是好东西 然后充分地搅 充分地给它搅匀了 这差不多了 有点往下拉着 往下流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烙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准温度 温度不要高了 高的话烙出来的饼 它就糊了 中间不少 慢慢地给它扣进去 一点点来 最后找到这种 拿这个模子给它压出来 压圆了 你想抹果酱 抹果酱 想抹果酱 抹果酱 你什么都不想抹 加点咸菜也可以 对对对 咸口了 总之言之 还是比较简便易学的 在这儿呢 我代表观众朋友 感谢小李师傅 欢迎你今后 经常到我们的天天 去做客 咱们下期节目 老时间 老地点 老朋友 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您只要花上十块钱 用上十分钟 就可以在家里吃上一道 嫩滑鲜美的 宫宝羊肉 明天 雷军方师傅 将一道流传了几百年的名菜 宫宝鸡丁 加以改良 烹制出这道美味 那么这其中 都有哪些烹饪窍闹门呢 雷军方师傅 将告诉您答案 敬请关注明天的节目